哈囉 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今天呢 是大年初八 那相信很多人應該都準備要開工了吧 那我們在回歸社出之前呢 現在看一點輕鬆又厲害的手帳小幫手吧 那就是我們的日付貼紙 以及日付紙膠袋 那所謂的日付呢 就是日付 日文裡面的日期的意思 那它用在手帳裡面呢 就是一些會帶有插畫 還有日期的一些小物件 那你可以選擇一些內液比較空曠的手帳本 每一天或是每一個月 選用不同的日付貼紙 讓你的手帳可以變得更加的豐富又多元 那它通常呢 會被做成是貼紙的形式 不過我們今天還會開箱一款紙膠袋 我非常的開心 要和各位介紹的是 兩本日付貼紙 以及一卷 日付膠袋 首先我們要看到的是這一本 質感篇 新年一開始 我們以一貫優雅姿態 迎接喵大的莫蘭迪色系花草 在沉穩復古系的大色塊當中 藏著各種品式的可愛葉子和小花 以三天為一個系列 每一組各自以不同的色系搭配細緻的花草 有一些款式還附加小動物在其中喔 自帶文青感的黑白線稿 小枝葉的版面簡單可愛 旁邊還附帶一些文字和小素材可以使用 版面以綠色系為主 精緻的手繪蜂植物和手部動作做搭配 這個設定很新穎遙遠 血體場景和手繪植物搭配 感覺既時尚又帶有平靜或是清涼感 翠綠又俏皮的繪土風格 放在7月先發出崩潰的分多金 顯得整體生氣十足 藍紫色系的花草枝葉 整體配色十分夢幻 或許可以剛好和七夕做一個浪漫呼應 一萬年輕當成主角 搭配品牌特有的說明 可以得知這些圖像都帶有吉祥美好的意義 整體看下來像蒐集到一組絕美的郵票套組 除了當日復之外 也很適合當成復古拼貼素材喔 色彩豐富的花瓣和文字 整個日耳搭配起來是夢幻的彩色系 既粉嫩又浪漫 以復古色系打頂 搭配深綠色系為主的樹葉小草 讓這一年的結尾也結束得十分優雅 好那我們看完幾兩天之後呢 我們要再來看一下這一本 慶典篇 配色單純 而且營造出一種魔幻感 會忍不住想仔細地觀察每一個畫面 有沒有偷藏秘密 所有角色都是可愛的一號表情 和繽紛的圖案設計 及色氣搭配起來有一種反差呆萌感 小動物們呈現出參加慶典的歡快可愛感 我喜歡小狂和小動物的組合喔 非常有故事性 貓奴月到了 參加派對的小貓咪 呈現出各種姿態 邀請大家俏皮又愉快地度過這個月 非常新鮮艷的童夏感風格 這裡面的小角色都帶來歡快的氛圍 質感設計十分有層次感 我想要用童趣來金融六月 衝浪和吃西瓜等活動十分應景 夏季感氛圍滿點 福利朋友在炎熱七月裡面 既衝浪又吃冰 吃喝玩樂 樣樣不少的歡快下七月 帕蒙帕蒙的小貓小兔 還有花園們一起合辦Party 夜市廟會慶典 帶來既消暑又療癒的感受 表情十分有氣的小動物們 愉快地以吃喝玩樂 呈現出秋季豐收富饒的氛圍 童趣又帶有詭訣神秘的畫風 整體以黑白線稿重現 讓神秘的小物們帶出了電影質感 整體配色有一種美式俏皮感 歡樂的角色們 搭配各種形狀的線條 展現年末的歡愉氣氛 非常細膩精緻的風格 色調溫和舒服 和一月份的神秘 有一種頭尾呼應感 那看完日付貼紙之後呢 我們要來介紹一個 我覺得很酷的新朋友 那就是他 2023日付膠帶 來自自己印和原創作者們的新品項 他也是自己印出品的 那也一樣 這個裡面呢 有12位作者參與 一般來說我們很常見的紙膠帶 它的尺寸有可能一卷是3公尺 或是5公尺 更常見的會是10公尺一卷的嘛 這一卷 你光看它這個包裝 沒有辦法很好的密合就可以知道它應該會爆炸 給大家看一下有多爆炸 超爆 為什麼它會超級爆呢 因為它有16.07公尺耶 而且呢它這個16.07公尺啊 是完全沒有循環的 等於你365天 一天一個圖片 跑完就是一整月紙膠帶 Q版萌胖小貓咪是主要的角色 用明文色彩迎接歡快的每一天 以黃藍色系 穿出整個月的主要人物和活動 14號這一天 還有十分特殊浪漫的安排唷 整體是帶有童話感的童趣風格 跟著可愛小朋友和小動物們 一起帶著好心情迎接每一天 同樣是很Cute的插畫風格 顏色整體十分的粉嫩 從小動物到風格小霧門 都很柔和美好 主要是以彩色線稿來設計 小動物們萌萌的從畫面各出來現身 泡萌的日感十足 以細膩畫風 打造主角大貓和小兔子 看牠們一起吃喝玩熱黏滴滴 展現出最猛的友情 這個月也是以K萌小動物為主角 帶有一點不偶的可愛感 進行多彩多姿的活動 隨興又時尚的黑白線稿出現啦 手繪的痕跡看起來十分的灑脫自在 細節也是毫不馬虎 小動物們單看十分愜意 整體看呢 牠們在進行美好又療癒的秋季露營喔 氛圍感學足 畫風帶有舒服的療癒感 裡面的小故事描述出生活上的一些紓壓 或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小確信 以藍色系為主的圓形狂線中 每一天的數字是由不同的生活物件設計而成 非常有獨特性 用簡單線條 勾勒出蘋果投人物的愜意生活 以可愛會寫的方式 療癒你的十二月 我腳麻掉了 我腳麻掉了 我沒有失覺 你要失覺 這是 這是 選食包 選食包 好痛 好啦 開完日付膠帶還有日付貼紙之後呢 不曉得各位在新的一年有沒有準備好新手帳 又或者是規劃一些手帳應用的好幫手呢 那希望這一些日付貼紙和膠帶可以帶給大家新的選擇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一次見啦 拜拜 拜拜